哈喽大家好,我是三国君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剧情很简单 故事很简单,拍摄也很简单 没仨反转,也不算猎奇 但是就是让人看得很舒服的日剧 风平浪静的闲暇 女主小指是一个职场社畜 同时也是一个独空气高手 在日语里,独空气的意思就是察言观色 女主因为非常敏感,非常善于体谅他人 所以渐渐活成了一个为了不让他人不开心 所以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意与人争论的职场边缘人 在工作中,明明不是自己犯了错 但是为了不让气氛尴尬,他会主动把错揽到自己身上 生活中和闺蜜一起自拍 明明照片里的自己也被拍得很难看 但是也不好意思提出来,还要假装开心的看着人家发朋友圈 平时生活里每一句话开口前,自己都要反复揣摩 生怕说错的话让别人误解 但就算是这样,每当看到同事闺蜜出去聚餐不带自己的时候 小指还是会敏感的认为自己是不是被排挤了 直到反复确认人家并没有针对自己 他才能稍微让自己安心点 说到底,小指并不是喜欢参加聚餐 他只是害怕自己不合群,害怕别人不喜欢自己 小指的同事文先生和小指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他分趣幽默情商高,会很好的处理人际关系 身边的女同事都很喜欢他 在他的世界观里,人一定不能活成长颜观色的那一方 那样的话整个人生都输了 看起来两个人的人生轨迹完全不相关 但不是那个为别人而活的女孩了 他已经逐渐走进了自己人生的新篇章 收获了新的友情,之后说不定也会收获新的爱情 这个日剧目前只跟了两集 但是在豆瓣的评分高达9.4 虽然他的剧情简单,并没有杀悬疑紧张的桥段 但是因为太有共鸣,反而让大家的观感很舒适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过为了迎合他人而适当放弃争我的经历 剧中无论是委屈求全的小指 还是看似左右分悬的文先生 其实都是这种状态的受害者 感到压力撑不下去的时候 有谁没有想过不顾一切的逃离这糟糕的现状呢 但其实无论逃到哪里,换个环境都不是最重要的 能够找到彼此治愈的人才是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动力 就像是剧中的小镇 在小指眼里一开始也只是一个冷淡的地方 但是后来认识了那么多友善的小镇居民 这个地方在他眼里才变得可爱起来 所以如果大家不开心的话 也许环境只是一个小小的导火所 远离身边那些让你烦恼的人 可能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这期视频呢不怎么搞笑也没啥吐槽 就是单纯和你们分享一个这样的故事 你们要是不喜欢 我们以后就不这么做了 祝大家早日找到能够彼此治愈的伙伴 我们下期见